眼神直直望着前方 这位勇敢的少女罗瑟福德 开着飞机飞过白岭海峡 而她今年才19岁 罗瑟福德希望打破2017年 美国飞行员华斯当时30岁的记录 成为世界最年轻 独自开飞机环球的女飞行员 她周六抵达亚洲区第一站南韩 在金普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预计13号将再启程 下一站直飞台湾 罗瑟福德将横跨五大洲52国 旅程共计五万一千公里 继台湾后 她还要前往东南亚国家 接着往西飞到印度 在这之前 罗瑟福德已经飞过美国 格伦比亚 格林兰和俄罗斯等地 因为天气不佳和签证问题 分别在阿拉斯加与俄罗斯 单隔一个月 受飞行员父母的影响 罗瑟福德一直怀抱着飞行梦 而她希望这趟旅程能启发更多 同样怀抱理工梦的女孩 勇敢追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